因為我平常去UKTV唱歌廳 子謙唱這首都比較好聽 我跟你講他們兩個就是不停的在互挖動 從我再問他們又不要參加那個 草地樂會的時候 他就率先挖動說 子謙唱歌超好聽的 然後我就說 然後他就說沒有沒有沒有 但今天大家覺得他們唱得好不好聽 好聽 我跟你講從此以後 你們就是我們草地樂會固定班底了好嗎 好啊 那還是很謝謝我們的子謙 還有我們傑瑞人 在今天帶來這麼精采的表演 然後還是簡單的來問一下 因為其實你們兩個從 在中華隊就是隊友嘛 那今年報名了選秀 那發現自己有機會 又跟對方在同一隊裡面 選秀結束的時候有沒有 就是跟對方互通過電話 分享一些心得之類的 這是我今年最幸運的事情 其實你暗戀他吧是不是 來子謙分享一下子謙 對啊 這是我的小確幸 小確幸 你們兩個要這樣繼續 就是放閃嗎 我們現在處境有點尷尬好不好 那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傑瑞其實加入到現在嘛 其實也上場了幾次 那其實打算的成績也都非常的精采 我覺得是我們球迷啊 還有球團都非常期待的一個新生代選手 那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加入職棒之後覺得 最大的心得是什麼 就是可以在眾多球迷面前比賽 是最開心的事情 也是最大的動力 好 那我們知道子謙其實在昨天嘛 昨天的比賽已經在我們的一軍初登板 那表現非常的亮眼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站上去 那一天知道又上去中級的時候心情怎麼樣 其實不會緊張 因為就是 他就是一直想比賽 我就敬意完成他這樣 好 那 身為投手啊 你有沒有在中子裡面最想要對決哪一位打者呢 跟記得學長嗎 陳佣基 陳佣基 是不是用內後的意思 好 我們希望 為什麼是佣基呢 為什麼是佣基 就 從以前看他打球到現在 又是一個從小看他打球長大了 對啊 因為他剛回來也是跟陸陸選辦同一隊 對 就是回來一起看 對 他實力真的蠻強的 真的 好 我覺得這個運動可能有點難達成 但是 就是 子芊有個非常重要的任務眼鏡達成 就是跟Doodoo 先輩同隊了 而且還特別在他的粉絲團上面PO上 跟Doodoo合照 可以跟 就是自己偶像同隊的心情到底怎麼樣 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 還沒進來之前就很期待 就是期待可以跟先輩一起努力這樣 對 有通通去找他簽名嗎 沒有 找他擁抱一下 好 這一支謝謝我們的子芊還有杰瑞 好 謝謝 好 謝謝 好久不見了